大家好,我是汉语老师谢帆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中国年轻人常用的三个流行语 第一个是真香 真香 他出自湖南卫视的一个电视节目《变形记》 里面的城市主人公王静泽第一次到农村家庭的时候 坚决地说就算饿死也不吃你们一点东西 但几个小时后饿了的王静泽只能在农村家庭吃饭 边吃还边说了句真香 他的意思是指一个人下定决心不去做一件事情 最后就去做了 比如说同学A说为了减肥我再也不吃零食了 只忍了一天之后他又说鲜辈真好吃 同学B就可以说真香 第二个例子 孩子说我明天一定要早去去跑步 第二天早上他觉得 天太冷了我还是不去了 妈妈可以说真香 第二个词语 凉凉 他出自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演唱的片尾曲 他的意思是状态不好心灰意冷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例子 同学A说我喜欢的女孩今天跟别的男生约会去了 同学B说一首凉凉送给你 第二个例子 今天的考试太难了估计我要凉凉了 第三个流行语 确认过眼神 确认过眼神 他出自林俊杰的歌曲《最赤壁》里面的一句歌词 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 他的意思是确认见别 他主要是在告白时表示坚定的心意 或者招聘时根据需求找到合适的人 比如说确认过眼神你是对的人 那讨厌某人的时候也可以说 确认过眼神你是不想理的人 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